笔名金庸的香港著名武侠小说的泰斗扎良庸 今天也就是30号下午在香港的养和医院离世了 享年94岁 笔名金庸的扎良庸生于1924年3月10日 是浙江海宁人 他从1955年以金庸为笔名 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建恩仇录》 直到1972年完成鹿顶季后封闭 在17年间总共写了15部《快制人口》的武侠小说 读者遍及全球 其作品更多次被拍成电视剧 电影或改编成漫画等 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作家 2009年3月 金庸获得凤凰卫视联合多家海内外华文媒体 共同主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之终身成就奖 金庸用一支笔打造了一个狭义江湖 对于中国的狭义精神 他这样说 中国传统的 不能儒家的 道家的 都是讲一个人 你身指导 自身分子 也要做一个好人 不能够这样被逼无赖 被逼无奥挖的这样子做人 所以我这个小说 也就这样提高人 第一种美好的精神 良好的精神 这愿望 一个狭课 他也不是为自己自私自利的 不是为自己利益去努力奋斗 常常去帮助人家 所谓楼梯不平 把刀相助 这种狭义的精神 在西方国家 在日本都没有的 金庸除了是杰出的小说家之外 也是湘江政论天下的第一鉴壁 香港曾举足轻重的报业大亨 在促进大陆与台湾两岸交流 及香港回归基本法拟定中 金庸也奉献卓著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 金庸先生离开了我们 但是他的作品会长存 这个纵览当代中国的 无论是文学 还是报业 乃至于香港的政坛 金庸先生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甚至是一个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这样的一个传奇 这样的一个经典 这个金庸先生其实并 我们知道他是学国际法出身的 那么原来在香港大公报工作 他做的是国际新闻的这个翻译 那么由于机缘的这个巧合 他开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写作 其实他一点功夫都不会 但是呢 他用他那支生花妙笔 用他非常丰富的这个想象力 为全世界华人的这个读者 打造了一个武侠的世界 打造了一个侠义的江湖 那么他在文学上的这个地位呢 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想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一个很特殊的 这个时空环境 就是他的这个武侠小说 创作的一个全盛时代呢 就上世纪的六十到七十年代 而这个时期呢 这个在海峡两岸呢 都没有这种文学形式 得以产生的这个条件 那么一旦这个等两岸 都已经开放了武侠小说之后呢 这个金庸的一个作品呢 就走出了香港 也走出了 他原来在海外的华人当中 已经问一下 他迅速的在两岸 都赢得了这个大量的一个读者 那么作为一个文人 他能够靠这个创作 致富而且成名 那么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呢 是非常杰出的 那么来 然后他同时是一个报人 他不仅写小说 当年他创办明报 就是把他自己写的武侠小说 连载他的武侠小说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为这个新生的这个报纸 赠得了这个大量的读者 明报至今还是香港 很有影响力的一份这个报纸 而他给明报写的一些社论呢 也曾经很有影响 比方说1976年10月 当时这个四人帮被粉碎以后 这个金庸先生写的一篇这个社论 叫做打倒四人帮 普天同庆 这篇社论在当时被北京的参考上 去转载以后呢 因为他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一种情绪 那么另外这个金庸这个办报 也办得这个非常成功 而且在政治上呢 金庸先生你很难用保守派啊 自由派啊 这一派那一派去形容他 他是一个爱国者 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热爱和这个追求呢 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同时他在两岸海峡两岸呢 都受到了领导人的关注 比方说他到台北 蒋经国先生见了他 他们有友好的交谈 这个金庸先生到北京 邓小平先生跟他有友好的这个交谈 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经典 这样的一个传奇啊 作为一个文人 作为一个报人 而且也是作为一个用完全用自己的笔来创造出了这个财富的 虽然当然现在很多网络作家也创造了很多财富 但是在金庸那个时代 没有电脑 没有网络 完全就是靠一支笔 能够打造出这样的一种一片世界 能够打造出这样的一个神迹的 确实让人非常这个钦佩啊 我相信这个明天这个大中华地区的这个平面媒体呢 一定会有很多这个纪念这个金庸先生的这个文章 人们会在怀念